这次冬奥刚好在我们中国的农历年之间举行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吧 大家都忙 大家都在忙 有那么一两件事可以几代人在家里聚在一起 尤其是新年 挺开心的 那我看您之前也发了这个开幕式的那一天 家里的一张照片 三个小家伙穿着这个China的服装 然后站着看身过去 那天晚上的场景跟我们描述一下 其实那天爷爷也在 但是我爷爷不伤心 他就他说他也陪孙子孙女儿一起去看 去解释 很逗的就是我女儿每一次都是 一看到这种比赛都会问妈妈 就说他们是不是女朋友 你是不是在现场 他们都觉得所有运动员都认识 所有运动员都是妈妈的朋友 那晶晶怎么说 晶晶大部分都说妈妈退役好久了 晶晶有没有感兴趣的动画项目 自己最喜欢看的是花圆花边 我也是很喜欢 自由滑雪也是非常好 挺不可思议的这种在空翻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听说很多 我这个不确认 是我很多挑水运动员 也转到这个转行去自由滑雪 但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因为挑水是头先之下的 那你滑雪就说 我觉得短道塑滑也是很好看 中间还是有很多策略 不光是要快 他要追 但是要一开始的不能 可能你排到前面会吃亏 然后面怎么去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还是挺有研究的 我挺喜欢看的 我们从香港非常开心 我们这次有三位运动员 温厚船 金河晓和朱定文 我们的棋手 在东北画 刘丽的东北画 这玩意都给我勒蒙了 他的东北画 真的我挺惊人的 前段时间用晶晶的名字 送上了虎年的祝福 网友都说有点甜 不知道能不能再用晶晶的名字 给我们冬奥加加油 有没有 晶晶的名字 这个难题 这个应该用广东话才能对 好啊 我们国家的运动员要 真正日上 成绩真正日上 但广东话是真真一想一样 一样的 这个很强调 当年您的爷爷 是为了北京08年奥运会奔走 当时他会不会 应该是没有想到过 还能办这个冬奥会 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 就是他没办法 看到了08年 去也看到了08年的奥运会 如果回到今天的话 他看到北京 尤其是水利方 真的是一个绿色的一个想法 以前是游泳 现在变成冰利方 冰利方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再生的话 他肯定是很骄傲的 您之前因为跟国外 在国外滑雪的时候 可能跟国外的朋友 也有交流到北京的冬奥会 有没有印象很深的这种交流的过程 是三年前还是四年前吧 我就是去外国一个地方去滑雪 那个教练他说 我知道北京会举办冬季奥运会 我们教练都非常兴奋 我说什么意思 为什么 我听说他们未来这几年 要请上万个 几万个教练 这个未来可能代表我们也有机会 可以去那里叫 所以如果通过奥运会 能开发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其实长远来讲 对整体冬季运动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有一个推动力吧 08年奥运会主题曲 就大门场打开 记得吗 我们每天都都在唱 那个时候当时真的是大门场打开 我们欢迎世界来中国 参与我们的建设 我们的发展 但到了22年 反过来是怎么通过我们的智慧 怎么通过我们的人口 怎么通过我们的产能 怎么通过我们的市场 能贡献世界的共同发展 我没体验 看到媒体上 我们的高铁那么快 就可以到达不同的城市 我们高铁里边还有直播室 我去了 对 还能虚拟成像 这一些应用起来 我相信可以贡献世界 去年咱们采访的时候 你的一个心愿 25年全运会 最后花落大湾区 我们成功了 所以许愿还是有用的 今年有没有什么小目标 新年许的愿是什么 今年许愿 那小目标当然是我们国家运动员的成绩 拿了力来最好了 可以那么说 对我这一页 我觉得对鼓舞人心 还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那当然最大的目标 心愿是我们国家能办世界杯 我们女足不错 对 足球是我们中国朋友最喜爱的运动 我们也希望作为立法会议员 也在推动香港 所谓体育普及化 尤其是我们年轻人的这种体育参与 这个当选的当天 我看金金送了一个蔬菜花 意味着有才华 后来这花真的是打边炉了吗 炒了好像 没吃火过 我们要环保 现在当了议员 必须有一新的工作的目标 我觉得老百姓也有新的期盼 现在障碍都清除了 但是你真的要有作为 你真的有想法 你真的要帮到你代表的朋友 到香港的普通人里去走一走 跟年轻人聊一聊 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地方 我们可以到比如说九龙城 去看女足晚上去训练 他们白天白天要上班 其实训练都能晚上九点多 他们真的很很爱 好呀 真正的香港的年轻人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好谢谢 谢谢 那我也回看一下 郭爱玲的比赛 赶紧回看 我也得回看一下 谢谢